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在准备要下去收鱼啊 收鱼之前呢 看到这么漂亮这么圆的月亮 照是在海面放出很特别的波浪 大家看一下海面的波浪 所以把这个景象拍下来 跟我们的网友跟你们来分享 这波浪是不是好美好特别 因为浪已经往外面退出去了 所以这个近暗的地方就是一些小波浪 不会很大的波浪 显得这个海面没有在像之前那么汹涌坦白 而是一个一个黄黄的波浪 往海边海岸边冲刷而来 哇 明天呢 就是中秋节了 我们有些中秋节很应景的这些传统的语言 每逢佳节被试清 月是故乡名 哎 我现在是孤身一个人在台湾 马上再下去就要两年了 那么就是背景离乡啊 还有跟自己过去的朋友啊 亲人啊 分开了快两年时间了 有没有思念他们呢 有没有想起他们呢 作为一个人啊 人心肉做嘛 当然是会的了 那么想起的是什么人 当然是那些对自己好 或者说那些善良的 对自己不好 不善良的 当然不会那么去想起他们 但是想悠悠怎么样呢 现在疫情还没有过啊 台湾现在还是紧闭这个海关 大门 不让游客进出 不让游客进出 所以的话呢 我如果离开台湾的话 那么什么时候能够再返回来 那就是遥遥无奇啊 所以我也是暂时会留在这边 不时的离开 因为一旦离开 就不到什么时候可以再过来了 越是故乡明 啊 这李白的诗句非常的 简单明了 通俗 通俗 易懂 但是里边所蕴含的文化 思想 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体会理解的 一些很简单的语言 一些很简单的语言 里边也许 就会包含了很大的子理 月是故乡明 那么到底 哪里才是我们的故乡呢 故乡之所以 这个月亮会特别的明亮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 什么心理因素导致你会有这样的 看法 有这样的感叹 其实在我心里边啊 到底哪里才是我的故乡呢 可以这么说 我认为啊 我没有特定的故乡 我的故乡就是一个 适合人类 包括我自己生存 发展 还有 体现自己价值 这样的一个国度 还有这个国度 必须是自由的 民主的 尊重人权的 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这里 活出 人性的光辉 能够让我们 活出 人的尊严 还有 还有 让我们有自由发挥的 空间的 这样的一个国度 因此 任何 符合以上 条件的 地方 就是我的故乡 假如说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态的话呢 那就不会去固执 固执我们一定要在哪一个国度 哪一个特定的国度去度中秋 去庆祝中秋 去庆祝中秋 所以我在台湾这边的话呢 今年是我第二次的中秋假期 中秋的这个节日 去年呢 我是在 这个时候是在那个 黄岛 海线做黄岛 就像我今天 在海边 也许那天 去年的中秋 我也是在海边 看着大海 但是去年的中秋 我是在海边 没错 我在钓鱼 我在台南 在台南 我现在记起来了 在台南的 一个地方 那地方的红树林那里 钓鱼啊 那天晚上我钓到好几条 那个 醒阿丁 被有刺 那个 嘴巴旁边 塞子 塞帆子那里有 有一条刺的 那种有神经毒素的鱼 钓了好几条 哇 那个不是醒阿丁呢 叫什么呢 比醒阿丁好吃的多那种 那么也是有神经毒素的那个 那我后来呢 第二天 我就跑到那个台南的那个 海鲜餐厅 去加工 让他们帮我做 做那个汤 他们用那个叫做 丝瓜棉的一种 那个 应该是瓜类的 腌制的瓜类的那个 那个 丝瓜棉的 那个名称 他们用那个来做汤 哇 这个鱼汤 丝瓜棉鱼汤 实在太棒 太好吃 太甜了 我印象非常的深 那天 那天跟今天一样也是在海边度过 相信明天晚上我也会在这里度过 因为我要来这里也会来这里收鱼 但是那已经不是晚上了 那也是第二天了 就是追悦的星期三的凌晨了 但是明天晚上我应该也要来这里坐在海边来吃月饼 来这里欣详圆月美丽的神秘的遥远的雪白的脚白的纯洁的月亮 现在这个镜头里边的月亮还有海面充满了神秘的感觉 水已经退下去了 我可以下去收鱼了 不知道今天的鱼货怎么样 现在就下去 今天是我 应该是第几天来收鱼我 现在也想不起来 数不清了 哎呀先拿我的 头灯 头灯头灯先带起来 否则的话呢 漆黑一片 黑漫漫的 我根本就走不下去了 那边有灯光在海面 这个许大叔老渔民已经下去了 许大叔老渔民已经在沙滩上面 应该是他 正常应该是他 另外呢 张大叔也来了 应该那边有灯了 有灯光 有灯光在岸边亮起来了 也来了 今天是我是最早了 我是提前了 两个多小时 刚朝底前两个多小时就来了 现在海水已经退出去了 已经完全退出去了 所以是刚刚的了 我下去的话呢 就不会弄湿身体 我是装刻意的等到那个 完全退下去我才来受鱼 因为这样的话不会弄湿身 不会弄湿衣服 我就回去啊 随便擦一下身 就可以再睡觉了 那今天 昨天晚上我基本上是没睡觉了 所以北回收完鱼 有没有鱼都好 回去就要去继续睡觉 中秋节呢 说起中秋节 我们小时候啊 可能台湾的朋友啊 香港的朋友啊 总是华人地方啊 都是有灯笼啦 玩灯笼啦 还有我们会 包蜡 就用蜡烛啊 把它融掉 融掉 然后呢 会蜡烛来 堆在一起 然后 点火燃烧 一声燃烧 有小鱼 哇 哇 一个黎明蟹 小黎明蟹在那里 真的吃了 哎呦 还有一只小螃蟹 希望今天晚上有收获了 有好的收获 啊 这边又有一只小螃蟹 啊 这个小螃蟹我是 下午的时候放生了 它还回来 哎呀 真麻烦 我把它拆开来 拆的时候很麻烦 哎那边有白白的看到 可能有鱼啊 估计有鱼种啊 那是一条大木条 吃月饼啦 中秋节吃月饼是 最必须的啦 不可能没有的啦 月饼的话呢 香港的月饼真的是 但是 呃 品种繁多 哇 品种很多 这里有条小鱼 有黎明蟹在那里吃 真的有鱼啊 那边有看到一条鱼啊 不知道是什么鱼 尝尝的 那么月饼的品种真的很多啊 我们最喜欢吃的就是榴莲啊 榴莲 榴莲的榴莲月饼 还有那个叫什么月饼啊 呃 还有就是 呃 白莲蓉啦 白莲蓉的月月饼啊 当然有豆沙啦 豆沙月饼啊 还有其他的 稍微传统一点的呢 以前最传统最传统的就是那个 五郎啦 五郎月饼啊 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啊 哇 好大一条鱼 哇 很棒 这个是什么鱼啊 哇 哎 这条 好像也是四目鱼啊 好大 这条有两斤的看上去 等一会回去蹭蹭看 应该有两斤重啊 一条 就一条 一条大的四目鱼啊 一条四目鱼 哇 家里边呢 前天晚上已经收到一条四目鱼了 加上 加起来有两条了 今天 呃 白天没有鱼啊 所以我没有拍片 今天 下午的时候 完全没鱼 没有拍片 今天晚上的话 拍片呢主要是因为 呃 是中秋节 明天中秋节 今天是营月 看到这么美的 月亮 所以 就 决定来拍片 而且 跟大家分享 分享我的中秋的中秋节的感受 还有一些童年回忆 还有香港有什么 月饼吃啦 中秋节 香港一般呢 是这样的 香港只有一天假期 中秋节 因为当天是没有假期的 中秋节过后第二天才会有假期 因为都会让大家中秋的晚上可以去 三月 三月 然后第二天可以睡晚一点 所以香港的假期只有一天 而且是中秋过后 第二天才有假期 当天是没有假期的 而台湾这边的话呢 是有两天的假期 就是今天星期一 一 二十一号 还有明天 星期二 二十二号 两天 今天只有一条鱼啊 但是 已经非常满足了 而且很大 估计有两斤重啊 已经很足够啦 那么现在中秋节来了 下来的话天气会比较凉啦 所以的话呢 就会那个 开始比较会有鱼的时候啦 所以你看我那个这两天 虽然白天没鱼啊 昨天晚上 今天 不是吧 应该是昨天的凌晨 也收到一条鱼 还有一只螃蟹 我没有拍片 有拍片 有拍片 一只螃蟹 还有一条 那个金铮鱼 我又没有拍片啊 我都忘记了 哎呀老人吃白了 就是 今天凌晨的时候啊 昨天凌晨的时候啊 昨天凌晨的时候啊 等我想一下啊 因为没睡觉啊 人的头脑不是很清醒 昨天凌晨的 收到一只螃蟹 应该有拍吧 我都忘记了啊 没事后面会再去看回来 啊 现在我要收鱼了 那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为止 也二十分钟了 这条视频已经 哇 好大好大的四目鱼 哇哦 多大啊 我的脚那个 量一下啊 接近我两双鞋的那个 长度 两双 我的两鞋的两双两鞋的长度那么长 两斤应该 分分钟两斤多一点都有 有可能 两斤多 回去再去 因为我没有带那个蹭啊 因为那个电子蹭在水的地方是不适合的 好 收鱼 哈哈 有收获就开心了